朝北边南边是南方这样 其实也是比较近代的事情 那中国大陆我们刚才看到了几幅那个清代的地图 你看它也是一样从澎湖 从那个台南的昆森这样画过来 它其实也是从那个中国那个角度来看台湾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刚才看那个地图也很有意思 那昆森其实是沿海的沙咒 有了 还有一点很大 其实这个都是一样 像我们如果说我们现在是纽西兰的人 难道我们不能够从我们纽西兰这个角度来看南极 然后来看这个整个太平洋吗 其实这个事实上是一个角度的问题 那只是说因为其实杜副长是旧事论事 就用那种旧的地图然后来讲一讲 就顺便提到说 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那另外的角度也有很多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不一定是从以前那种所谓发现的概念 因为发现就是我们都在这里 那有什么发现 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别人来看待的观念 或者是说我们会有时候是站在一个历史 只是比较都是好像说有比较高度文明的所写的历史 或者是说比较站在统治的历史 所以我们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很新开始的一个节目 那我们大家这样子可以重新来看待台湾的历史 了解这个土地跟人民的历史 那看完之后就变成马民转春风了 所以希望以后这个历史给我们再来是春风 你刚才说有发现历史 那个比如说我们看1492年 哥伦布所谓发现新大陆 我常常在讲这段历史 我常常在讲这段历史 我常常在讲 我们习惯接着发现新大陆 我必须要加个所谓 如果写文章的话 我会加个隐号 加瓜葫 隐号 那发现 这是为什么要隐号 为什么要加个所谓呢 问题就是说 我印第安人或者是我美洲的本地人 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千年了 什么你来发现 那你的问题是 是你欧洲人的立场 你才会发现新大陆 可是我在美洲这边 我在这里也住了很久了 我为什么要发现新大陆 是你来发现我 所以你的立场是站在欧洲的立场 所以同样的 我们今天事实上 我们谈台湾 也是有人说要发现台湾 要发现台湾历史 所以我们不是发现台湾历史 我们是在review 回顾 了解我们的台湾历史 我们不是在发现台湾历史 我们本来这里就住很多人 所以这个所谓发现 事实上是 你的立场是站在一个外来者的立场 还是本地的立足点的问题 所以我想我们的节目 当然开宗明义 我们就要讲 我们要了解台湾历史 我们是站在台湾的主体 不是一个外来者 来了解台湾 那真正的族群的和谐 也是在这里面 也就是说 大家共同立足在同样的这个时空里面 了解我们这块土地 过去的历史 这块土地上面 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 第一集一开始 我们两个人大概应该有这样的默契 那么我们也希望 我们跟观众朋友 也有这样的默契 一起来了解我们的历史 对 刚刚小黄教授提到 我也延续几句话来讲 比如说 像1992年 就是哥伦布到美洲500年 全世界都在讨论这件事 所以刚刚也提到说 我们常常是讲发现台湾 其实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脉络底下 那你看经过了已经都十几年了 我们现在还不是常常在讲发现 那边发现黄尘 那边发现鹿尔门 搞不好还发现鹿港 哪一天搞不好还发现台北了 其实这个观念 其实都并不是说站在一个非常有主体性的一个角度了 所以我们其实很希望透过这个节目 其实我们两位虽然是在教书 但是我们其实会希望透过很轻松的方向 我们会来讲迹数 但是不是说黑白链讲 我们的历史都是有评有据的 会站在历史的一个史料的基础 只是我们表达的形式会比较轻松一点 就是谈笑谈死 我们不敢讲说谈笑用兵 真的比较轻松的方式 不能用兵 我们是很和平的 我们希望就用这种方式 那大家重新来看待我们台湾的历史 那也了解 不是只有现在的历史 了解很早期的历史 也了解不同族群的历史 也看看台湾这个长期以来这样历史怎样来变化 那如果这样的话 大家对台湾的历史越了解 越有兴趣 我想大家对台湾的历史的看法就会不太一样 那我们等一下呢 可能要针对过去我们的历史 有哪些主观的偏差 或者哪些不足呢 我们来做一些检讨 那我们休息一下 继续收看 台湾是 梦顺鸿 日式时代 日本人非常积极地想把台湾传统城镇改造成现代化都市 在都市现代化初期 街道上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式交通工具 人力车 有人力车的时代 街道宽敞 情人充分拥有行路的自由和出力 当时繁华的街道上都有人力车穿梭起筋 这是日式时代 最热闹的台北市大道城 照片中的地点就是现在的延平北路 而现在的重庆南路在当年街屋整齐优美 而现在的管前路当时两旁街屋充满欧洲的古典风格 远方是文艺复兴的建筑博物馆 有人力车的时代 曾是台湾城市的黄金时代 在当时搭乘人力车 可说是一大享受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